台灣房價不斷攀升 帶動中古屋市場交易更加熱絡 但也讓法拍屋市場交易量 每年不斷下滑 相對在中古屋的交易市場 已經很熱絡的情況之下 如果屋主他有資金需求 他直接透過中介就可以把房子賣掉 以至於並不容易進入法拍市場 所以這十年的法拍的量 是每年都越來越的 越來越少 不過根據內政部統計 去年第四季法拍交易量 佔整體買賣移轉動數比例 六都中以高雄佔比1.41%最多 尤其台積電設廠話題 帶動下又以男子區 以及生活機能相對成熟的鳳山區 屋齡十年內的法拍屋交易相對熱絡 以中古屋的移轉動數來講 我們其實高雄啊 應該是有四個區域 他是交易量會最熱絡的就是男子 男子就是那個 台積電要落場的一個地方 對那然後就是我們原本的鳳山區 就是魏武雲國家公園這一塊 還有就是生活經驗比較成熟的 山明區 左營區古山區 這幾個區都是交易量比較熱絡 所以相信對交易量熱絡的地方 相對法拍他的出現的比例也會提高 高雄房價雖然今年不斷攀升 但在六都中仍舊相對親民 去年第四季法拍屋單品價格 大約僅落在17萬元 在六都中排名倒數第二 拍定價其實在前幾年的時候 都是市價的大概9折 甚至好的地段都衝到95折 所以其實拍定價跟市價的 市價登陸的成交 其實不會差非常的多 可是呢 當我們房價反轉的時候 就不一樣 房價反轉的時候 投資客包括自助客會觀望 投資客不敢下手 所以其實最近的去年開始 法拍的拍定價 可能就會落在市價登陸的8折左右 法拍屋得標後必須在7天內繳交所有違款 提醒民眾在進場前 務必謹慎評估自身的財務狀況 記者黃冠維蘇宇文高雄報導